提到北欧风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 是这些 还是这些呢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十一国庆假期还在加班 你们确定不一见三年妈的文具三分钟 我是爱多手的同妹 提起北欧风 我当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宜家啦 简约低调的北欧风设计理念 可以进行各种的搭配 而在生活杂货行业 也能那么一家走北欧风的品牌 那就是卖文具只是副业的OCE了 虽然OCE主业是居家生活服饰等核心 以北欧风美学设计为本源 但是实际上嘛 也有进行一些文具的销售 哎这一块就是咱们的专业范畴了 话说不买不知道 买完吓一跳 原来OCE的文具不少是其他厂子的贴牌产品 所以嘛你就会发现某些品牌的身影 就此我们也选择了部分的商品进行排雷 那么究竟是加热物美的好东西多呢 还是地雷遍地呢 下面就和大家一起来CC 先看看这个大家伙吧 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卷轴胶带 但是这款彩色卷轴 嗯这样一看颜值还是很高的 贵色标签搭配着简洁的白色英文商品名 突出了这个是完完整理的文艺范儿啊 不过标签皱皱巴巴的外观 是不是生产工艺的问题 还是说故意做出这种古旧的味道呢 因为五卷一捆的包装形式 所以没拆开的时候呢 还能克战一下笔筒 整体拆开使用之后呢 都是一般的白色胶带 然后商品名彩色卷轴胶带 加颜色橙色这个标签说明 我就有点迷惑了 其实它的这个颜色是按照里面轴的颜色算的吗 最后标签上面写的是北欧定制 但是标签又下角又大大写着 产地中国广东 我少读书 你不要骗我 这款开口经典可以说是非常偷懒了 估计是因为直接分销 所以连牌都没有贴 表面哑光质感配合优雅的薄荷灰 符合清新典雅的北欧风情 日本进口的精密三爪机芯 让这款自动笔具有了不易折断的属性 这点和某雷声的铁锤倒是挺般配的 笔头是地层式全金属结构 实际书写起来也不会遮挡视线 线下门店的售价是9块9不到 但实际上这款笔淘宝价格也就8块8 品牌价值品牌价值 掌声有请本期的笔类产品颜值担当 这款子弹圆主笔虽然看着像是触品笔 但是实际上由于不是导电材质制制作 所以是没有办法使用在平板和手机上的 可以说是非常对不起这么高逼格的外观造型 它采用的是旋转初心设计 使用起来逼格还是挺高的 不过笔心质量码就实在一般 整体书写手感也就那么回事 而且从结构上来说 也是不可以拆开自行更换替心的 而笔类颜值担当质二 明智非常直白的就是可擦荧光笔 相对于3块9的白菜架 这款笔的外形可谓是相当漂亮 透明的笔杆设计能够让人一窥内部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两边笔帽内都有笔心固定设计 在保护笔头不干的同时 也让整支笔有了非常不错的层次感 书写和叉择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算是这一次的惊喜产品之一 本次大件之一就是这个PU笔带了 虽然说它的尺寸写的是大号 但是实际上就尺寸来说 其实和其他一些品牌的 中小号笔带尺寸反而相近 就整体的颜值还是相当惊艳的 没有任何多余装饰 造型上简单明了 PU材质手感不错 但是打开之后就发现 做工其实还是有些不足 拉力末端收口的处理非常炒帅 整体的缝隙也相当碍眼 虽然对外观和实际使用影响不算大 但是这样的缺陷还是挺让人闹心的 而本资方面 我们就准备了价格和类型 各不相同的三款作为剖析 首先最便宜的是SAT笔记本 A6尺寸 传统的装线结构 书籍处通过了一块纸皮来进行补强 内液纸张一般 而且装线部分有脱线的迹象 只能说便宜没好货 再来看一下这本康奈尔的A5线圈本 PB磨砂外皮封面80p的内液 9mm的行件距 异面里面有芬兰设计 不过稍微有点落后时代的 是它的金属线圈设计 放在现在来看嘛 呃... 这是有了几分复古美感 只能说同价位的话 还有其他更多的选择 那么作为本次所有产品当中最贵的压轴品 这款友好笔记本 在简洁明了的同时 也透露出了一种高级的感觉 绒毛蜂皮 宛若小羊皮柔软的质感 不过由于没有做收编处理 如果长期使用的话 就非常容易出现分离的可能性 256页的容量足够用 那页是倒零纸 算是良心产品了 总的来说嘛 OCE虽然在商品设置上 充满了北欧风情 但是价格上呢 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如果你运气好 能够遇上打折活动的话 嗯...价格才会实惠一些 比如说折后仅仅7毛4的几何便利贴 还有5块2毛4的PU书签等等 唉...还是那句话 同样的价位 其实还有更加实用的替代品类啊 推开记录条 本期文3又快要结束了 你一键三连了吗 评论剧留下你们觉得 最贴合北欧风的文具产品和品牌 我会放牌两位去宠行他们 我是二度手的同妹 我们下期见 拜